嗨 各位好 嗨 各位好 很開心就是來著 然後做這個SM的 這個福利基金的 一個活動 對 然後在這個傳奇精神的藝人來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多參與一點 公益的活動 讓所有媒體朋友知道說 其實年輕偶像 他只是靠邁向 或者只是唱歌效果 可以推動這些粉絲們 然後一起做公益做愛心 然後希望這些年輕的 偶像代表對大家都有一點 號召的影響 對 沒錯 尤其呢這個偶像對於 我們的歌迷也好 影響力非常大 我們都走過這一段 所以藉由他們的一個號召力呢 讓更多人知道這樣的活動 或者是說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好 那我們來問一下Andy 因為呢你的這個作品被那群粉絲擋住了 聊一下 因為我看到你畫的是你的主軸 我就是傳奇心 對 跟我們聊一下你的創作想辦法 其實很巧合 對 就是因為當初在 剛開始要創立公司的時候 然後剛好這個小春來找我 然後談這個公益的時候 那我們就一拍情合就講 然後那時候剛好正在裝潢整個公司的人面 然後就在出發起 想在這個idea上面就想說 欸 如果是這樣的話 希望用這個新興的感覺 就是希望可以 因為大家都是有愛情 然後希望用新興的感覺來推動 然後所以想說 欸 用傳奇心當主題 然後作為一個就是公益的一個出發 對 所以你剛好就是這個活動接到的時候 你就剛好合作了 對 就是剛好然後剛好也是我 離開上一個公司 然後開始創立新的公司 對你來講也是新的開始 是啊 是啊 因為就是剛開始新的公司 就希望說有一些新的不同的火花 那公益這件事是我一路來想要做的事情 對 因為做藝人這個時間也許很短暫 但是我覺得做愛情應該是要一直情緒下去 沒錯 而且做藝人呢 它有比別人更多的影響力 對 所以透過這樣的影響力 那個愛情是會擴大的 對 對 對 好 這一次呢 Andy哥可以說是旗下全部都來參加 啊 他有幾位還沒來啊 那個幾位現在人在內地參加過年這杯節目 但是他們有作品 對 作品都在 對 作品都在 對 對 非常的感謝 希望粉絲可以多多支持 那個所有公益的這件事情 對 這很重要 好 謝謝Andy哥 OK Andy哥 拜拜 拜拜 人家可能會聽到他嗎 OK OK